今天的單場MVP各位 不是聖騎士也不是象騎士 他是許騎士 許姬鴻 好 我們先請小翔來幫我頒發單場MVP 來 女孩我們往中間 女孩們 我們往中間靠攏一點 來 往中間靠攏 來 我們來拍照 趕快開槍正前方 謝謝 好 再來邀請的是第一位幸運的會員成員朋友 幫我們頒發的是由Asaki提供的啤酒 一箱恭喜幸運的會員成員朋友 幫我開槍正前方 謝謝 好 先謝謝第一位 再來第二位要頒發的是由燒肉搜酒提供的朋友 對換券總共有三張 並且看向正前方的鏡頭 OK 好 先謝謝第二位球迷朋友 旁邊稍等 再來第三位一樣要頒發的是由Asaki提供的啤酒 和牛隊換券總共有三張 對換券總共有三張 謝謝 看向正前方 對換券總共有三張 OK 好 謝謝 謝謝我們幸運的球迷朋友 首先 一開始我們要先來訪問今天的單材MVP 徐基鴻 我知道徐基鴻其實在這週的比賽 其實前面有幾個打席 好像感覺都沒有掌握好 不過今天又再次的重回你熟悉的大巨蛋 其實也有非常好的攻擊表現 那你是不是也談一下今天自己整場比賽的籍球手感 先跟大家分享 首先要感謝有這麼多的球迷在現場為我們吶喊 在這麼關鍵的時候大家都能夠來這邊為我們加油 那今天大家都是很希望能夠為學長贏下這場勝利 讓他能夠很開心的穿著這件球衣這樣退休 那希望這場勝利是獻給學長 那感謝現場的球迷們 謝謝 是 那這邊剛好因為我們也知道明天 明天才是我們這個週思琦選手的隱退儀式 不過是不是也剛好也趁這機會來談一下 那其實跟學長也相處了蠻久的一段時間 覺得週思琦學長之所以可以到現在還是 保有這麼毅力不搖的成績跟他的努力的部分 是不是也這個機會跟大家分享一下 你心中的週思琦是一個什麼樣的學長 他是個很堅持又很帥的學長 是 而且他算是跟你高中也是算 對 他是我大學長 大學長 是的 好 各位可以知道了 我相信一個選手 他除了自己表現之外 他的自律我相信也是我們這些後輩的典範 那今天呢 當然除了現場球迷 今天其實也有非常多這個來自成泰Cobra球迷 我不知道你以前有沒有經歷過那個年代的棒球 有 有 有 是 那是不是剛好因為今天也有一群這個蛇迷朋友 那我相信他們其實還是很愛棒球 那他們也特別來到球場 那我想這邊呢 是不是有什麼機會可以跟他們一起說說話的 就是非常感謝你們能夠抽空回來 在學長最後要退休的時候 能夠回到球場來看他 那希望以後你也可以 希望你們以後能夠 來看我們 對 希望退休之後 換你們來看我們 那我們也會繼續加油的 謝謝 是的 各位 那我們就再次用最熱情的掌聲鼓勵 恭喜今天的單台MVP 許晉鴻 謝謝